下一位是歐維江先生 多謝 首先我要回應副院長他講 無論這個條文是怎樣好 或者是我們怎樣誤解 因為香港是沒有一個民主的制度 我們是沒有信心 是了解到政府是 無法確切地去執行 這個法律 你明白嗎 因為我們是沒有信心 因為香港是沒有民主 政府可以誤用這條法律去打擊競爭 帶一些對手或者異己 我希望你從一個宏觀 從一個結合政治這個角度去 正在看這條法律 多謝 我想說回 新修例是過於嚴苛的 是製造白色恐怖 是誘殺了 沒放過 是違反了普通法的寧網民眾 知識產權處長張錦輝說過 我搞在網民修例之下 我搞網民在修例之下 已經違反了侵權 改歌詞了 全首歌不是原創 已經是違反了 而將相片加工也是違反的 這個新修例就好像創作23條 就好像梁愛斯比喻 基本法第23條這樣 對創作人和普通市民來說 這個惡法律在頭上一把刀 每當評論或者爭辯失敗的時候 那些創作人都會想 我們再創作的作品 會不會被新的版權法律搞死呢 因為一經入罪最高是罰款 不慢慢和監禁四年 我想問一下 每一次創作人都要問這個問題 那這個是不是白色的恐怖 其實惡搞是一種評論 是一種言論自由表達的方式 而是不是惡搞 是一個價值的判斷 那如果你認為惡搞是可以的 是可以但是沒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你不引入美國法律的法律合理使用權 來去保障小市民呢 我也想說有時候一套是勝千言萬語的 好像我們經常說民主黨投共 可能解釋了半天都不行的 但是一張這樣的一套 可能就是勝千言萬語的 另外我還想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惡搞呢 有些人可能看完之後 就不告是老修成路 就告我們是惡搞 其實有些人可能是心虛 是對號入座而已 我想說 其實改圖 有時候是幫助一些彭虎弱勢 去周邊時閉 是發發聲消消氣 而令我們發聲到最後 民意爆發的時候 民怨沸騰的時候 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多謝各位 謝謝